好嘞 在这一边呢 我要教大家Fontree第五课Trigonometry的PMR Past Year 在早年PMR Past Year的时候呢 你只要懂Dwakasov Dwakasov 然后Ka 然后Sov 这样的东西 Dwakasov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TangentData等于OverA CosData等于AverH SineData等于OverH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除此之外呢 你还要懂那个Pydovius Theorem Pydovius Theorem呢 这一边90度对面是长的 另外两条是短的 然后我的长的会是等于Square of短的Square加起来 然后短的会是等于Square of长的Square-短的Square 然后还有一个秘诀呢 就是题目给你什么 给你Sine什么 你就找Sine什么 给你Cost什么 你就找Cost什么 这样 就好像在这一边 题目给我SineX三个O 我就自己找SineX 所以在这一边 我自己找的SineX呢 就X在这一边 然后我要找它的SineX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这个是我的Hypertenous Sine的情况之下是Opposite by Hypertenous 所以它是ADVerset 然后它又给我那一个SineX是ADVerset 它给我的SineX是3.5 所以我就通过这一边 我可以拿到的就是说 我的那个ADVerset等于3.5 所以我的AD等于3.5乘10 我拿到的是6 所以我拿到这个是6 然后我拿到这个是6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找到我的AE 我的AE就会是Square root of 10Square-6Square 你看我这边用百个字流了 然后我拿到的是8 OK 在这一边 我就有10Square-6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8 so 我拿到的是8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8 这个也是8 然后它告诉我CostY等于8.17 so 我们在Y的这一个地方 它是CostY等于8.17 然后我的这一个是属于这样的 OK 所以它CostY等于8.17 我的这一个是Hypotenous 然后这个是我的Opposite 这边是我Advanced so 它给我CostY 我自己找CostY 我自己找的CostY是Ca A-H A-H是8.VC OK 所以我8.VC 而它给我的这个CostY是8.VC 它给我的是8.17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的8.VC等于8.17 所以我的VC会是等于17 分子一样 所以分母也一样 8.VC等于17 所以题目要你找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你找Tangent X 所以我的Tangent X的时候呢 A的这个部分 我要找的是Tangent X Tangent X呢 那么就Dwa D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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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8 这个是17 所以我这一边我找到它是17的 所以我的ac呢 会是等于sqrt 那个17sqrt-8sqrt 我拿到的是15 然后你看在这边 sqrt-17sqrt-8sqrt 然后拿到的是15 我拿到它等于15之后呢 让我的这个cd题目要的是dc dc就是15-6 然后拿到的是9 因为这边是6 整个是15 所以它就15-6 等于9cm 所以它答案是9cm OK所以这个是3×4 9cm 对了 好接着我们看2011的这一题 在这个图里面呢 它有两个直角三角形 你看直角直角 然后在这一边它叫你找cost OK 在我找cost之前呢 我们看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 它用Pyrogress theorem 我的qr是属于短的 这个属于长的hypertenus qr是属于短的 所以它是13的sqrt-12的sqrt 然后我拿到的会是5 为什么我什么东西都不用算就可以知道是5呢 因为我有倍啊 50-23啊 这样 OK 所以我拿到的是5 so 在这 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5的时候 我们的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这个是我的adjacent 所以 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的是cost cost 的情况之下 我们有car a ×h 所以它就是12x13 所以它答案是12x13 对的 这样我的5好像不用找 然后它告诉我tangent y 等于那个 15x8 题目给我tangent y 我自己找tangent y 我的这个是我的hypotenus 然后 我的这个是我的opposite OK 然后这个是我adjacent 所以我的tangent y呢 我们就知道 2啊 over a tangent over a o是我的 那个rs 我的a是8 所以我的rs per part 会是等于15per part OK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的这个tangent y 跟它给的tangent y 拿来对比 所以我就可以拿到我的rs 会是等于15 我的rs 等于15 这一边是15 然后 它要你找的是什么 qt 这样我就可以找我的tr 我的tr呢 就是8 square加15 square OK长的8 square加15 square 所以我们在这边 square root of 8 square加15的square 然后拿到是 17 15是t OK我拿到是17 所以我的那个qt呢 会是17-5 等于12 cm 所以它答案是12cm 对了 OK 好 好 来 现在我再去下一题 010年的这一题 在这一边的时候 72425 然后 呃 它告诉我 cost y 03025 所以题目给我cost y 我自己也找cost y car cah 然后这一边是90度 这个是我的h 然后这边是我的a 所以它的qr 和20 所以我的qr和20 是我的cost y 所以我的qr和20 等于3和5 所以我的qr等于3和5 所以我的qr等于3和5 乘以20 然后拿到是16 so我们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of 20 square 减12的square 然后拿到是16 对 16 好 来 这一边 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等下 这个是16 所以 这一个 qr是16的时候 这一个就16-7 等于9 这一边是 9万 好 来 题目要的是什么 Tangent X Tangent呢 我们 知道 的 度啊 Toa Tangent X 等于over A O 这一边 它这个是hypertaneous 然后 这个是opposite 这个是addition over A 724 B的部分呢 还有什么东西 它要找st的长度 st的长度 所以我们的那个st 会是等于 那16-7 然后拿到的是 9 CM 对 是7和24 还有9CM 7和24 还有9CM 对了 OK 好 所以我习惯上 会把 会把那个 题目 要求的 把题目的所有号码找完 出来了 我再去看它下面要的东西 虽然讲我会做一些 多做的 动作 但是这样呢 其实是 我有 你的一种 别动啊 OK 告诉我 1是它的midpoint 所以我们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用bydobstilum 这个是长的 所以我的那个EC是属于1的 它就有13sq-12sq 然后拿到是5 OK sq-13sq-12sq 然后它拿到的是5 OK 然后 过后呢 这个是5 这个是5 这样我这整个是 10 然后我的ab呢 就会是等于square root 这个是长的 10sq-8sq 然后拿到是6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square root 10sq-8sq 然后拿到是6 然后 再来 开着 在这一边 嗯 题目要的是什么 Tangent y Tangent y的话呢 我们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office 这个是我的hypertenus 这个是我advation 然后 Tangent的情况之下 是多啊 OK 所以我的a的时候 Tangent y 是over a o是12 a是5 所以它是12 5 对了 然后接着 它要你找ab的长度 ab的长度 我刚刚找到了 所以我的ab等于6cm OK好 这个就是解决了 ab等于6cm 这样 对了 OK ab等于6cm 然后 在这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 直角三角形 它是cost y等于5 3 然后它叫你找 pq的长度 OK 我们 的时候呢 遇到的 这种题目的时候就是 题目给我cost 1 我自己找cost 1 然后我的cost的话 是car OK 这个是我的hypertenus 然后这一边是我的adjson 这个是我的office 所以我的 这一个cost 1 它给我cost y 我自己找cost 1 cost是car car是averh 是pq 除以39 所以我的pq除以39 等于5 13 所以我的pq等于5 13 乘以39 然后是15 OK 因为这一边 然后用35 15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 跟这一个拿来对比 这样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请问我找pq 哦我已经找到pq15 OK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 所以2008的这题解决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2007的这一题 好 它给我sine x等于5 versus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个值得算够行 然后 这个是我的hypertenus 这个是我的office 所以它给我sinex 我也自己找sinex sine的话是soul soul的话是office hypertenus 就 500 那个rs 所以我的500rs 会是等于500 13 所以我的rs 会是等于13 所以我的rs 拿到13 所以我可以找到我的qr 我的qr 是square root of13 square 减5 拿到是12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sqare root 13 sqare 减5 sqare 我拿到的是 12 OK 所以这一边这个我拿到12 他给我cos y 我自己也找cos y so我的cos y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个是 我的hypertenus office 这边是addition socos的话是k k的话是a h 所以它是pq 除15 所以你的pq除15 等于cos y 3和5 这个pq等于3和5 乘15 然后我们在这边也 3 3515 339 所以这一个会是等于9 所以我这边我的那个pq我拿到9的时候 我的那个qt呢会是等于square root of 那个15的square 减9的square OK 然后拿到的是12 so square root of15的square 减9的square 我拿到是12 so 在这边我拿到12 然后接着题目要你找tangent x so tangent x的话呢 在这一边 dua 我们知道dua over a 他的 这个是他的opposite 这个是他的addition over a就over OK b的部分他要的是什么呢 他要找pqr的长度 pqr so pqr的话呢 他就会是9加12 然后他答案会变成21 cm ok 所以uber 12 21cm uber 12 21cm 对了 好 接着 来看2006年的这一题 他是一个 两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 他在这一边他给我tangent y OK OK 题目给我tangent y 等于5和12 我就自己找tangent y OK 我自己找我的tangent y 我读 哇 over a 这个是我的hypothese tenus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这个是我的addition over a的话呢 是 over ad 所以我的5和ad 会是5和12 所以我的ad 会是等于12 OK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给的 我找的tangent 是5和ad 他给的tangent 是5和12 然后 再来 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我知道我的ad 是12的时候 那么我的vd 会是等于square of 5 square加12的square 等于13 因为他是属于长的 5 square加12的square 然后我拿到的是 13 52 13 好 所以这一边我拿到13 然后他给我sinex 是120 我就自己找sinex 在x的这个直角色的角形里面 这个是我的hypothese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OK 然后sine的话呢 是sof over h 所以他的o是什么 o是13 h是什么 h是vc 所以我的13 vc 等于1 vc 所以我的vc 等于13 乘2 等于26 OK 所以这一个是 这一个是26 这一个是 26 好 来 题目要什么 题目要你找cos cos so我的cos y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cos 是k a a是12 h是13 所以是12 13 然后b的部分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要的是bc的长度 sobc的长度是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的b的部分 OK 然后我的a是这个 12 13 还有26 12 13 26 好 就是这样 嗯 好来接着我们看2005的这一题 这一题呢 其实 如果你用分配的方法 他很容易的 OK 然后分配的方法呢 就是我要找的是cos x 在这一边 然后 呃 他的这个答案就会是等于 negative of 这边有一个y cos 然后 他就会变成negative of cos c c h 然后这个是a cah cos cah car e adjection hypotenuse 所以他就会变成- 2 4 等于-1 2 所以他答案是-2 这个是属于分配的方法 但是 我相信没有学生懂我在做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放减这些 我就不讲解了 所以我有在另外一个影片有详细的讲解过这一题 然后 我这一题呢 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 formtree的学生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cos y 会是等于2和4 为什么用cos呢 因为我有a跟h 我用car 所以我的y呢 会是等于upcos 2和4 我在计算机这一边我就按shift cos 然后 2和4 然后 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拿到的是60度 我拿到的是60度 所以我在这边 我他这一个就等于60度 所以这个是60度的话呢 他旁边这个是120度 ok 所以题目要的是cos cos 就是等于cos 120度 所以我在计算机这一边我按cos 120 然后拿到的答案是 所以他答案是 ok 所以他答案是 好 这样我也可以拿到他的正确的答案 ok 事实上这一题是属于 啊 分配的题目来的 好 来 我们 再来看这一题 ok好 在这一边 题目给我什么 他给我sinx 是这个 tangent y 是这个 然后 他叫我找ts的长度 so 还是那一句 题目给我sinx 我自己找sinx sine的话是soul opposite hypotenuse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这个是我的hypotenuse 所以他是bub pt 所以我的bub pt 会是等于4个5 所以我的8乘5 等于4pt 所以我的pt 等于8乘5除4 它会是等于10 144 4285 我10 所以这一个hypotenuse 是10 所以我的这一个qt 会是等于square of 10 square 减8 square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6 在这一边 square of 10 square 减8 square 我拿到的是6 680 这一边 ok 好 然后 然后 接着 他 所以这边我拿到是6 然后题目给我 那个tangent y 我就自己找tangent y 这个是我的opposite 这个是我hypotenuse 这个是我的addation 呃 tangent的情况之下是2 over a 所以o是12 然后a是qr 所以我的12的qr 会是等于12的5 所以我的qr会是5 然后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我的那个qs呢 就会是等于square of 那个 5 square加12的square 13 因为它是属于 长的那个地方 这边是 52 13 然后我们在这边 我的square of 5 square加12的square 然后我拿到是13 所以我知道这整个是13的之后 题目要的是ts ts就会是等于13-6 然后拿到答案是7cm 所以他答案是7cm 7cm 所以这样 这个就可以拿到我的答案了 因为我知道这个是13 ok 然后我们的刚刚的这个是 sine 跟这个sine 做比较 这个tg ok 呃 跟这个tg做比较 然后我刚刚的这个qr 跟这个5 就直接拿到qr等一步 就是这样来的 ok 好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2004的这一题 他要我们找tg 跟x 然后他说c是midpoint 所以我在这一边首先我也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这一边这个是直角三角形 ok 所以我的这个bd呢 会是等于square root 13的square 和5的square 然后他拿到的是12 然后 12的话这边就6了 所以他的那个bc呢 就会是12除2 等于6cm 然后 他要的是tg tg的话这一边其实很简单嘛 这个是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90度对面的是opposite 然后这个是addition 然后这个是hypertanus so tg呢是5 over a 所以我们的tg呢 会是等于opposite 6 addition 5 所以呢是6和5 所以我这样就可以拿到他答案是6和5 好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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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